哎呀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啦 糟糕了 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我今天的Vlog 我決定這整個Vlog 就要用中文來跟大家溝通 所以如果聽不懂中文的朋友們 我會放字幕 坦白說我昨天 就用中文跟有一些人在Instagram上 啊 對不起 我在用我的腳開門 哈哈 最近因為病毒的事 就是我們大家全部都在家裡工作 所以我已經有一天半 一個半天整整沒有出門了 今天呢 其實我不想在外面待太久啦 我只是需要去 呃 開兩個會議 那然後我就會回家了 很像 超久沒有出門的感覺 這個地區咯 那些 parking的 uncle跟auntie們都 super on 所以 不能夠 燒給 哎呀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啦 我還沒吃早餐 哈哈 Oh my god 我今天的 呃 體溫有點高 他們 穿量了我三次 才讓我進來 天氣很熱 每次都這樣 每次要走到很遠的時候 我的 體溫就會很高 可是就會很快 這樣會不正常啦 所以 所以我每次沒有病毒 ok 現在已經到了我第二個開會的地方 呃 只要跟大家介紹 我超愛這款粉 粉底 粉底 叫粉底嗎 粉 對 可是這個是沒有顏色的 就是一個setting powder 所以我超喜歡用它 這個是decaute 我不知道它中文名叫什麼 之後 我很像出油的地方 我可以用這個補上去 它也不會變成很caky 也不會很沉重的感覺 還有今天的唇膏 是 一地之屋的 Better Lipstock BE105 家咯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衣服換出來 換一些新的 還有我剛才也是吸了澡 我覺得在這期間 以防萬一比較好 那我現在就要趕去工作了 還要接多一個 videoconference的一個meeting 最近每個人都在從家裡工作 所以最近的會議 全部都是在網上開的 那也好啦 那我可以穿得比較輕鬆一點 那也不需要每次打扮 吃完晚餐了 好飽 嗨 嗨 要不要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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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這麼固僻的一個人 你知道什麼是固僻嗎 固僻嗎 有書 no english allowed 固僻的 固僻的 我用的面膜 就给 Soothing 跟Defense OK 就要等个10到15分钟 其实它这款呢 有一个我比较喜欢 就是叫Ceramide 那个就比较保湿 还有敏感性的朋友们 都会很喜欢那个 这个其实也不错 也是给你保湿 也是会给你舒缓 yes 给大家看到我的皮肤 现在是好水嫩 我通常敷了面膜之后 就不会再去冲洗 就直接抹上我要用的护肤品 我也会稍微很像做一些调整一下 因为我的皮肤已经是够保湿了 所以现在呢 我就会很像比较加强那些Vitamin C 还有一些anti-aging的东西 有一些材料 会对敏感性皮肤 还是对干性皮肤 不是很适合的那一种 那我就会今天 因为肤里面膜 才会用这种 开始吧 这一支 IPSA 它的包装是很漂亮 我会推荐给那些 比较油性皮肤的人来用 还是那些会长痘痘啊 需要多一点 exfoliation的那种皮肤 就算是你有干性皮肤 你还是要差不多一个星期 还是最起码一个半星期 要 exfoliate一次 趁这个机会 来给它一个 gentle exfoliation 进行保湿咯 现在就用这个Fenkel的 Moist Refined Lotion完 这一款 Believe的 Youth Creator Age Knockdown Bomb 这个就是 抗老化的 一个 serum 叫什么 嗯 忘记了 我会推荐给那些 比较年长皮肤 年长皮肤通常都是比较干的吧 所以还是干性皮肤的人 很适合用这个 我就会继续我其他的护肤步骤 等一下再跟大家聊 其实坦白说 我的中文我觉得我不是很差 只是不经常说 那不经常说 不经常用的话 就可能找不到词汇 跟大家沟通 OK 今晚就这样了 因为明天我还要早一点起来 因为还要去拍一些服装的东西 那我还没有跟我的队友们说 我现在在拍这个讲中文的Vlog 那我明天就要去逼他们 哈哈 要看他们明天的反应 我猜想啦 他们应该会不要说话吧 所以明天见 早安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 对啊 你做到什么吗 为什么他跟我讲话 我的法文是最差的 哈哈哈 你好 我们在拍照 哦耶 我还有一个为我们争光的 Not bad 那跟大家打招呼 你好 就跟你们说了 他们一定会很害羞 哈哈哈哈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 客拉码头 I knew that 我来拍照 呃 这里 没有人 因为今天 还蛮早 这是我的第一个 Outfit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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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所以为什么你这样对我 哈哈哈 来到了Astens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Astens了 可是我觉得 这个地方 吃鸡扒 是最好吃 最划算的 鸡扒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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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样 哦 哎呦 很好玩很累 我们真的好很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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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新加坡未来国家的栋梁 可能已经没有救了 最近呢我很喜欢 就是很期待回到家 因为如果有看很像最新的联系剧的话 我就每次很期待回到家 大家就可以看新的一集 一直很迷一部戏叫《想见你》 是一个台湾的联系剧 我已经有超久没有看台湾的联系剧了 可能 可能有十年吧 可是我以前 小时候就超喜欢看台湾的联系剧的 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王子变青蛙》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听过这部戏 还是 你们看的太小吧 应该是2003年 还是2004年 那个时候 现在呢 就在追这部戏叫《想见你》 就是有一点 穿越时光 的 这种 这种戏啦 今天呢 我们准备在家里 一整天在家里 工作啊 看戏啊 不懂要做什么啦 其实 在这个日子里最好是 不要出门太多 好 那我这个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喜欢 看这样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我 应该做多一点 这样说中文的视频 请留言跟我说 不要忘了 follow 跟subscribe 我最近也在tiktok 有 录一些新的视频 坦白说 只是要玩耍而已啦 你们也不要太认真 ok 好啦 下次见 bye by bwd6